大家好,我是文睿,今天回应一些观众的留言吧,就是在留言区有这样一类留言,比如说有的朋友讲说,文睿你的PayPal账号是多少,我想给你打赏一些钱,还有的朋友说,文睿你怎么不开通会员功能,我想加入你的会员,用这种方式来支持你,等等吧,看到这些留言,其实我内心还是很感动的,现在我也没有开通会员功能, 然后现在在我的YouTube平台里,大家也看不到我的PayPal账号,等等吧,然后有人说文睿你是不是清高,这么好赚的钱你怎么不赚,是不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清高,等等,今天咱们就仔细来聊聊这个问题,先说会员功能,谈到会员功能,可能有些朋友吧,我自己这么想象,他可能不太了解,他可能会这么算,这是我的想象了, 说文睿有16万多的这个订阅用户,对不对,咱们就算有,其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吧,比如说文睿开通了这个会员功能,十分之一的人,会加入这个会员,那就是一万六千人啊,对不对,那么一个人一个月要多少钱呢,比如就要五美金吧,五美金不多呀,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五美金不多呀,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嘛,对不对,那一万六千人乘以五美金, 那就是八万美金呢,是不是这样,那你说八万美金,你看这么好赚,你怎么不赚呢,是不是,你要这么算的话,这个就是太不了解这个行情了,太不了解YouTube了,那有人说那行,对,这个这样说太乐观,那咱不要十分之一,咱就按百分之一总可以吧,那百分之一就是1600人,这总可以吧,1600人,那么一个人这个五美金不多吧, 那还是八千美金的一个月,是不是,八千美金呢,合人民币就是五万左右,人民币左右啊,那这也不少啊,这钱,怎么说呢,我自己觉得吧,就是我对这个市场吧,还是判断的比较客观吧,我自己,而且我对我自己呢,也有自知之明,我知道我自己有有多大的水平,就以我现在做的视频的这个质量,包括我的这个知识储备,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信息量来看的话呢, 其实是很一般的,那么我预想啊,如果我开通会员功能的话,大概能有多少人这个加入我的会员呢,往多了说吧,五百人,五百人,那正常来讲,我觉得也就是两三百人,大家不要觉得我这个订阅用户有十几万啊,就有很多人加入,我觉得也就是两三百人,因为大家订阅的人是很多,但真正喜欢我的人,能一直跟着我的人,其实我觉得吧,也没有特别多的人, 那么,比如说五美金多不多,我觉得五美金也多,我觉得也就是两三美金吧,一个月,那这样的话呢,就算三百人,一个人三美金,那就是九百美金,将近一千美金呗, 也就是这么一个规模,再往多了说一千五百美金啊,那有时候这些钱也不少啊,怎么说呢,一旦我开通这个会员功能的话,那么我就要单独再做一批节目嘛,那一周做一级的话,那一个月就得四五级啊,是不是,那这个压力也是不小的,这是第一点,第二的话呢,就是说,你一旦做了这个节目的话呢, 你肯定要做一个质量更高的节目,对不对,因为人家是花钱来看的,对吗,那么,我现在好,真的是没有那样的自信,觉得我能做出,就是比我做的那些一般的视频,更好的视频,我觉得我没有那样的内容,和那样的知识储备,这是一点, 呃,还有一点就是说,刚才我不讲了吗,一个月要做四五个视频,如果我把这四五个视频做出来,我放到我的那个,就是一般的平台上来,来来的话,那可能广告收益呢,也应该,也也没准,也能达到一千美金左右吧,甚至更多一点,所以就基于这几点吧,我现在就没有急于开通这个会员功能,啊,核心就是什么,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这种认知,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水平吧,也就是这样,那么,呃, 如果大家对我的观点有不同的意见,大家可以给我留言,当然我自己的判断可能也不一定客观,但起码我现在是这样的判断,那么如果以后我觉得我的知识水平啊,各方面提高了,做的视频质量呢,大家也觉得更好了,然后能够给大家提供更高的信息,我的判断,比如说我的订阅用户也达到了二十万甚至三十万,啊,那个时候我判断,我要开通会员功能的话呢,能有个两千到三千人,来加入我的会员,每个人能拿到,拿四到五美金, 真,有那么一天的话呢,我,我相信我是会开通会员功能的,这个是其实是挺好的,这是会员功能啊,然后谈到这个打赏啊,打赏的方式很多了,主要是这个PayPal了,啊,PayPal以前我做过一个操作,就是我在我的那个YouTube的社区里面,就是,呃,写过一些连载的小说,就是写小说, 然后当时呢,我在小说那个下面呢,就是上面下面就是放了我的那个PayPal的账号,就是大家觉得我这小说写的不错,哎,你就给打赏一下,当时我是进行过那个操作,不过当时那小说看的吧,人也不太多,其实最后的达到打赏的钱也很少了,我就把它都撤了,然后到,那以后呢,也再也没有提这个打赏的事情,呃,我对打赏的判断是这样的,就是,还是那样,就以我现在的这个视频质量和我的水平的话, 真正打赏我的人吧,可能也不会特别多,这金额吧,也不会特别多,呃,也就是说他其实是,一次性的买卫吧,也就是说他打赏我一次以后呢,他可能也就以后再也不会打赏了,那就一次性能赚,比如说几千美金,可能过后也就没有了,那在过后呢,比如说我在我的视频里,强调说,请大家,如果觉得我的节目好,请大家打赏我,可能也不会有人打赏,因为毕竟我的视频质量和水平在这,嗯,这是我的, 一种判断吧,那有人说,呃,那不一定啊,对吧,万一就是有一天,有一个人,他就特别喜欢你的节目,而且他很有钱,他一次性,没准就给你打赏了,一万美金,两万美金,哈,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性是很低的,但即便是,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,这个钱哈,我觉得我也不能要,要是他给我,给的太多的话,也不能要,这个就是我不开通这个PayPal的,另外一个原因,我想仔细说一下,就是,像我这个人吧,我一直相信这个人是有这个福分存在的,哈,啊, 福分,就是你,你因为有了福分的存在,对吧,你就是这个,可能,啊,你的生活也幸福啊,家庭也和睦啊,身体也健康啊,工作也顺利啊,等等等等,这都是因为你有福分吧,有很多很多福分,那么,比如说有一天,有一个人平白无故的给你很多钱,给你这个,比如两万三万美金,那你,你收了的话呢,那你是要用你的福分去换的,这个吧, 就是说,我不是说在这说大话,我是真真正正的相信这一点的,相信这一点的,那么,如果这个钱,比如说,你有人给了你十万美金,二十万美金,那你就要用你的很大的福分去换,那你的福分要少的话呢,可能,咱就把话说的这个大白话吧,就是,你这个福分可能是支撑你的这个事业的,或者支撑你的人际关系的,那这个福分突然少了,那你这个人际关系,可能就会出问题, 那家庭生活可能也会出问题,等等吧,就是这样,对此,我是身心不疑的,所以说,平白无故来的这个钱呢,我是一般都会,都会拒绝的,拒绝的,有一次那个,就是我现在,我是从来不碰股票的,有一次我去讲课,有一个企业老板,他的公司要上市之前,他就告诉我,让我先入手一些股票,我就,我没有碰,因为,我知道我要买的话,后来证明也确实那样,你他一上市,那股票价格肯定, 我好像涨很多,我就能赚一笔,但是我知道这个钱,它是平白无故来的,这钱我就不能拿,因为我知道这个福分就会因此而削减,我到外面去,比如以前可能我视频当中也提过吧,我到公司去讲课,对不对,喝咖啡的时候,有那种非常好的那种纸杯,还有那种不太好的纸杯,小的,对吧,我宁可用那个小的纸杯,够用了,而且就是,讲课的时候呢,一解课两解课,我就总用那一个纸杯,我就是为了, 不去浪费,然后不去消耗我自身的福分,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啊,可能你不信,但是我对此是深信不疑的,所以那平白无故来的钱,其实我是会拒绝的,还是刚才谈到那个企业老板啊,他那个企业老板他,他挺喜欢炒股啊,他这个对股票投资,他还有一定的研究啊,当然我,大家喜欢炒股是大家的选择,我只是谈我自己的这种想法啊,他炒股呢,有一次他就是赚了很多钱啊,开始的时候, 这个股票往上涨,他很高兴啊,跟我说,哎呀,真好,然后接着往上涨,他还是很高兴,后来还是往上涨,他就赚了非常多的钱,你知道,他就有点紧张了,跟我说,他说心里非常紧张,这个钱啊,来得太容易,他就很紧张,然后后来呢,就是,他这个出去开车的时候,车呢,就是出了点事故,事故,然后那股票的,往上涨的,那个趋势也停了, 然后我俩去喝咖啡,当时,他就跟我说,哎呀,现在心里平静了,对吧,就是这个股票也不好上涨了,还往下跌了一点啊,他觉得,这个还出了一个小车,出了一个小事故,他觉得心里平静了,那他可能没有我这种明确的这种福分的这种观念吧,但他可能也知道,这个,就平白无故来的钱太多吧,他可能觉得也不好, 这个其实,反正我,我就是这样的一种认知吧,总之呢,就是这个,我的想法是这样,攒钱好,但固然好,赚钱固然好,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,是你要积累你的福分,把你的福分积累的多多的,然后呢,同时呢,就是不断的学习,向我不断的努力学习,增加自己的知识啊,能力啊,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这种视频啊,然后等到,到了一定的年纪吧,我觉得我对于这个金钱, 也能看的相对比较淡,能够很好的控制这个钱的时候,那个时候可能没准我的钱啊,就会多起来吧,年轻的时候呢,当然,你要真有能力赚上钱,这当然也好了,但是我觉得大家,先不要着急,不要着急,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能力,积累自己的福分,然后呢,就是保,就是保养好自己的身体,这是关键,可能到一定程度吧,水到渠成,钱自然就来了,你说没到那个,就是时机不成熟吧,你说你非要, 赚很多很多钱,即便那个钱来了,可能你也驾驭不了,对你,没准就是不太好的事吧,行,今天吧,就简单聊这么多啊,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啊,仅供大家参考了,咱们下一节目再见,谢谢大家。